回到赖清德 他的最近很热门的万里 万里的公寮 实在看不出那是一个公寮 这是他的权状 土地的权状 755平方公尺 各位 一平等于3.3平方公尺 等于228平 有一个公寮 228平吗 你看过这么大的公寮吗 公寮我们的想象都是 可能10平20平 怎么还有228平 原来只以为是一个二层楼的房子 就算了 后来发觉后面还有 那旁边花木浮书 只插着小桥流水 赖清德前天在这里 他说 他说他要把他捐作 这叫什么公寮 信托公寮 那我就说 他这是骗的 三大骗 赖清德的公寮 三大骗 第一大骗 他说矿区完成居住权的手续以后 他就捐出来 各位 那多久 大家知道矿区多大 大家知道吗 他现在住在万里 双溪 共寮 平溪 瑞芳 甚至台北市的内湖 南港 都是 我跟你讲 以我对行政权的了解 他送到经济部 矿业局 再送到各政府去 盲工一年 三年也完成不了 所以这是缓兵之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说公益信托 公益信托就不是捐 公益信托的受益人 还是他自己 那怎么叫捐 这是障眼法 第三个片 二八坪的公园 公园小楼 不是公寮 所以我到澳洲看过 到美国也看过 他旧的矿区 那都是保持原来矿场的状况 原来的那个工人 住的那个地方 非常拥挤 非常拮据 非常可怜 怎么可能 你现在看 你怎么看得出来 是一个公寮呢 所以这叫做 移花接木 偷龙转凤 所以我也 秀了我的 这个董事辞职书 我就说 我只是 没签名 等赖清德 你什么时候捐 忙个等 要等到当时 投票只是要 二十几天了 你还等 等什么 你立刻捐 我立刻辞 我立刻名字 日期填善 我就辞 那赖清德 他这个人很固执 但是我们常常讲说 折善固执 因为他是折二固执 南铁东移 合法的房子 刚刚跳跳跳 老太太 在那边哭诉 都没有 没有 台风 他说不放假 就不放假 坚持他的高道德标准 然后呢 两百多天 不进台南市议会 就是为了杯葛 李全教 我不知道了 就是说 我们如果换一个立场 今天 这个公僚是我的 是我的 赖清德 以他的高道德标准 他会同意我 像他这样做吗 我请叫萧女士 我相信萧女士 也不会同意他这样做的 记不记得 我跟陈水扁 在参加台北市 当时 谢长廷说 我那回一块地 很值钱 我说送你啦 当场就捐了嘛 那个地不是我一个人的 十几个朋友 大家一起合买 都持分 我事后捐了 我还一个个去赔钱 赔钱给这些朋友 他说 我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我在任何职位 不会改变 任何职位 不会改变 所以如果大家担心 台湾的和平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赖清德当选 两岸会比现在更好吗 还是更坏 你想想看 美国为什么请萧美琴 来做赖清德的副手 因为不放心赖清德 所以赖清德 他是台湾和平的恐怖分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